大家好,我是小徐 此时此刻的我,真的特别的无助 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件让人特别特别不开心的事情 这是我们家园损失的一件事情 就在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家园的五月被狗狗给咬死了 一口就咬死了 我相信大家都有借过五月 去年五月份救助的一只太迪 所以给他请名叫五月 当时救助的时候 他的牙齿跟眼睛全部被人打掉了 当时眼睛住着都在外面吊着 救回来一年多时间 但是就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他出来玩 结果被狗狗给咬死了 其实他晚上都是住在我们屋子里面的 白天出来晒晒太阳 一年时间了 他也没有经过其他的区域 但是不知道今天为什么 进了我们这个区域里面 进了我们现在坐这个区域里面 一口给咬死了 从脖子上就一口 当时正在吃饭 听到这边的狗狗在吵架呢 我们就是赶快往过跑 但是跑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五月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直接被一口咬死了 这是为什么许多残疾狗 在我们家 在我屋子里面住的原因 因为我害怕这种事情发生 特别害怕每只狗狗都是我亲手救回来的 从他们受伤也好 残疾也好 生病的也好 救回来 最后再到健健康康 在我们家生活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特别害怕他们受伤 一直想给到他们最好 最关爱的 就是就在今天 我约居然被一口咬死了 所以这段时间 就是我感觉现在的我特别无助 是自己的无能 才有了狗狗今天的这样的下场 如果当时控制数量 不再救助的话 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首先呢 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声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这些狗狗 真的来都来不及 今天的五月 听到在吃饭的时候 听到狗狗在打架 赶快跑出来 跑出来那一送鸡 五月就已经被咬死了 平时他从来不钻进区域里面玩 今天从网片上钻到了区域里面 进来跟其他狗狗玩 结果被就被狗狗印记给毙命 其实想想这五年以来 我经常低三下识的跟每个人说着话 甚至低三下识的在这个网络上存在着 为了什么呢 我只是为了让他们健健康康的活着 能拥有一个家 不再受委屈 可是我感觉我的低三下识 做到最后 看这些狗狗死亡 心里面真的无助又恨自己 没有能力 为什么又要救他们 我这么早就怎么办 我相信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 许多人都会骂我 但是没办法 我也就直接很明白的说 这还是人在的前提下 你们想想如果人不在 这里的狗狗会有多少死亡呢 有时候别人会以为 你可以不周在狗舍 并不是我自己犯忌 我也不愿意跟这些狗狗们 共处一个房间里面 因为很臭很臭 但是我为了他们的安全 情况下 我还是选择住在这里 因为住在这里至少 伤亡的几率 死亡的几率会小一点 做不到一点错误都没有 但是至少会少一点 但是就在这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狗狗会这么烦躁 对我有个遥迫 我自认为我做的各方面 可能已经是我的机械 我已经把我自己最好的给到他们了 但是这种事情发生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又从哪里进来的吧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真的特别特别的绝望 我平时舍不得打他们 舍不得骂他们 甚至他们打架 我也舍不得打舍不得骂 可是最后 却以这样的结果回报我 我有时在想不到自己做的 是对是错 很多人都说狗狗犯错误 我爹打到他们不回给了为止 可是我不舍得打他们 一直我都在想 他们可能会给过 骂他们几句 可能我想错了吧 然后五月也就是从这钻进来的 因为五月各自很小 他经常进区域 进出自如 但是他从来不进这个区域 因为这个区域的狗狗比较多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他会进来 而且 我们家园现在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有个区域里面的狗狗 只能这个区域里面的狗狗 或者有一只陌生狗狗加入进来 就会被一群狗狗穷殴 咬一动 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形式 一个星期 两只狗狗被咬死 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 有多么的难受 以及多么的复杂 真的我有时候在想 自己难道真的做错了吗 一心想着给他们一个家 可是从未想过 给了他们家之后 自己有没有精力来照顾他们 有没有能力把他们照顾好 只怪我自己没有能力 如果我有能力把每只公狗做的结议 可能这些狗狗性格也就好了 这也是我最近为什么想办法一个技能往医院送狗狗的原因 因为说下去狗狗会减少他们的打架率以及死亡率 可是我的能力终究是微薄的 我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五月 真的有时候给我们打架防不胜防 像现在东东跟黑麦 玩着玩着 他们玩着脖子 可能一会儿他们就翻脸了 直接打起来 而且今天五月 被从脖子上一口 就一个空轮又死了 到时发泄的时候过来 他还有一口气 我心想能去医院 结果 发泄了之后 有多久他就死亡了 我在这里跟全网的粉丝 说一声对不起 同时我跟五月的助养人 说一声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五月 才有了今天的悲剧发生 大家说我也好 骂我也好 我全部承担 以及接受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只能去尽力 做好我自己 把这些狗狗守护好 我也不敢承诺大家 今后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 因为它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我不敢乱承诺大家 但是我会说 今后 我会尽量 就是你这些狗狗 隐隐步的 哪怕吃饭的时候 都不会一起去吃 对不起大家 不好意思 我会认为你 我会尽力 的 是吗 我会想